第3章有什麼問題? 同學做了實體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就提算,有問題就很多人的問題 要把所有的問題都帶回完成以後 還是你這樣如果有答案的話 所以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3章從做的實體裡面 就是你看到的課本裡面講的 你覺得無名所以或者是你對它寫的肉 不認同的地方 都可以拿來討論 有沒有什麼地方不清楚? 沒有,同學這個 這邊有幾個位置是空的嗎? 這個位置是空的,如果有同學坐在後面 然後想要有桌子的可以往前面 應該兩個位置是空的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談第4章 第4章對大家的 不管不會是快遞上面的幫助而已 我覺得對大家在做很多未來的判斷 都非常有用 那這個是講配型 我想配型大家都是 大家都知道 那這張到底怎麼好講? 所以我們要去看比較簡單的一個密集的概念 那我們談一下 這個也算是給大家有一點了解 如果你有錢,你會自己幹嘛? 好,我們不要講說飛盤子 那你會存在銀行?你會怎麼穿? 你會存在銀行?你會怎麼穿? 假設你有錢,你是一個非常不喜歡有風險的人 所以你會做這個怎麼樣去保護你的財產呢? 保護你這個錢呢? 反正你不選擇其他的銀行 你是選擇存在銀行 你會怎麼穿? 好,你會怎麼穿? 你會做定存對不對? 定存有什麼好處? 這很重要的 Consーン 利息比較高 還有沒有? 利息比較高 多 三更之下是比國際存款 或是國際存款 還是國際存款來的高 除了這個之外 公顯 阿彪聖盟銀行比國際存款 利息存款都一樣沒什麼東西 這樣銀行不止你的錢就拿到去 你把钱存在银行做定存 那你跟一般的国旗存款 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 没错 利率都比较高 它的日期会比较多 因为利率比较高 第二个 有什么不同 定期存款 我也可以随时解约 我本来存了一年 存了之后三个月 我需要用钱 我应该去解约 所以虽然说定存 定没有说你一定不能够那些钱 一定要存到你期间结束 才是用分付钱 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它是可以去提前解约的 所以它没有流动性的问题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有没有想到 有这种 另外一个 同学都有存责 对不对 如果你有主要 只是一般的银行 你会有存责 因为你看看6月21号 12月21号 你的存责会突然就冒出 1块钱2块钱10块钱100块钱 有没有 有吧 虽然你的存款金额很小 我想有时候会给你1块钱2块钱 因为利息如果是一点多元 对不起 我们现在没有讲 所以它就有银行进入 不付利息 好 一般的存款 你是活期存款也好 活期储蓄存款也好 活期存款跟活期储蓄存款 有种不同 活期储蓄存款 只有个人能够存 一般的公司行号 它只能做活期存款 它不能储蓄 那个人呢 你可以开活期存款 活期储蓄存款都可以 那活期存款跟活期储蓄存款相较之下 现在应该利率没什么差 早期 我们在5年10年前 5年前呢 活期储蓄存款的利率会比 活期存款稍微高一点点 一点点 好 那因为加了个储蓄 以前我们在 这要讲到货币银行学了 好 在货币银行学里面呢 中央银行如果要控制 你的货币的流通量 它有好几个工具 其中一个就是调整 它的货币准备 存款准备 不是货币准备 存款准备 那如果你叫做活期存款 因为随时可以存可以提 所以它的存款准备要比较高 那你有多一个储蓄 所以它认为既然是站在储蓄 所以你的存款 你的提款的比例 或者是会提款的金额会比较小 所以活期存款 应该是储蓄部跟银行部 它的存款准备率是不同的 银行部的存款准备率要比较高 因为你随时会存提 而且金额可能会比较大 那储蓄部的话呢 它的因为你这样储蓄 所以你存提款的金额就不会太大 所以它的存款准备就可以小一点 那存款准备大小的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二年级同学刚好在修货币银行学 有没有其他人可以讲 谁可以讲 我请那个存款准备 有什么影响 说办的同学可以跟大家 让大学部的同学精神好一点 就出个声音 有什么影响 存款准备到底它是什么目的性 我说中央银行在控制它的货币流通量的一个工具之一 就是调整它的存款准备率 它会影响的是什么 会影响到市场货币流通的数量 更重要的是它要有陈述效果 因为你的就等于说银行拿了钱之后 它保留一部分 剩下来的钱可以干嘛 有人需要钱的时候它就借点人家 所以它就会造成屯数的效果出来 所以那这个就是会造成货币流通量的多寡的问题 所以我说中央银行如果要控制它的货币的 比如说利率的增长也好 它的那个动作之一可以有一个什么调整存款准备率 好 那如果你的银行库的话 因为它的随时存款准备的频率跟金融比较大 所以它的存款准备要比较多 因为随时可能你存一百万进来的话 你可能要保留三十万准备让它存体 七十万能够带出去借出去 好 那如果你是储蓄部的话呢 因为你存体款的金额要小 我可能保留个二十万就可以了 剩下把手你就可以借出去 好 这是存款准备率的功能 好 所以当时我为什么讲到这个 就是以前就会有储蓄部跟银行部的利率 是不太一样 所以国期存款跟国期储蓄存款的利率 会不一样 会有点不同 但是在应该五年前了吧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取消掉银行部跟服务部的不同 好 在这边有关系 一样 它有 那就是变成什么 可以随时存体的跟定期存款的不同了 好 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了 好 那我们要谈定期存款跟国期存款 就是你把钱存在银行 定期存款的利率会比国期存款的利率来得高 这是没错 但是除了这一点不同之外 还有什么不同呢 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负息期间不同 国期存款 国期数据存款 我刚刚讲说 如果你注意看一下你的存责 你不要每次的存责的金额 余额都是百位数以下 如果你千元以上的话 我想你都会有一点点利息 好 因为银行每一年 包括邮局 包括这个每半年复习一次 每年的6月21号跟12月31号会 12月21号会复习一次 所以它是每半年复习一次 但是定期存款是每个月复习一次 好 所以它的复习的时间长短 次数就不一样啊 活期存款一年次负两次 活期除去存款也是一年次负两次 那些定期存款这点是负12次 好 所以定期存款跟活期存款 或活期除去存款 其实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第一个 除了利率之外 第二个就是它的复习期间 好 那我刚刚讲的你有钱 你拿到影响去存 定期存款 那当然三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十二个月的利率 也有一点点不同 那除了这个不同之外 有更大有一点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存的是在银行叫做定期存款 好 他每个月支付给你利息 好 你去做银行开户的时候 你去做定期存款的时候 他一定会要求你另外开一个活期存款簿 或者是活期存续存款 因为定期存款呢 他每个月继续之后 就把你存到你的可以随时存提的 活期存款或者是活期除去存款 每个月他付利息的时候 就把他存到这里去 那你要用钱你就从这边去理钱 就一般如果你是靠利息过日子的人 好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年金 就说现在不是在推老保 你退休是年金制吗 每个月付给你钱吗 好 那假设我那时候退休的时候 没有这个年金制度说 就比比了300万就出来 所以每个月我靠300万支生出来的利息 来过生活 我就做定期存款 因为每个月利息就存到这里来 好 这是每个月 我做那个计算利息存到我的存折里面 我就去比那个钱出来 你随时可以去动用它 那如果 我不是欸 我现在呢 我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薪水 我的生活只要靠我的薪水就好 我这一笔存款的利息 我是现在不会用到的 那不会用到的话呢 我也很怕去投资 到时候那个风险很高 所以我去把钱存在铃行 那我会做的存款叫做整存整付 因为我不靠利息过日子 整存整付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一笔钱存进去 我冤定的存款出现到了 再一笔领出来 这个叫做整存整付 好 再说一次啊 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一笔钱存进去 这当中我都不要领任何的利息 任何的钱出来 好 我时间到了 我约的是一年 好 一年 我存一年 一年就我整个把存款跟利息整个领出来 这个叫做整存整付 那这个整存整付跟定期存款有什么不同 定期存款是每个月你都有一笔利息 你可以拿出来领 拿出来领出来用 好 领的可以拿出来用 好 那整存整付呢 银行一样每个月寄利息给你 每个月寄利息 可是这个利息呢 你它不是存到你的活性存款 是滚到你的存款的本籍里面去 因为我刚刚讲整存整付 我存了一笔钱进去 我约定的存款时间到了 再一笔领出来 这个叫做整存整付 那它的既息呢 时间一样喔 因为你只要是这个定期存款 它也是定期存款的一种 只是它的领利息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对银行来讲 它一样每个月送利息给你 只是利息是滚到你的本籍 因为到时候是我整笔领出来的 跟定期存款 每个月它利息放到你的活期存款 里面是不一样的 虽然利率相同 虽然是利率相同 但是因为你的提款的时间不同 最后造成的利息收入 你是存款人 所以你会拿到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也会不一样 再说一次喔 这种这两个存款方式 这是一个常识喔 如果你妈妈说我有一笔钱 觉得我念了财管 你念了财经相关的 念了商学院 你给我经营一下 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笔钱 假设我不要去做什么投资 我就把钱存到银行 你觉得怎么存会比较好 那你要先问 那你这笔钱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做什么 你多久会不用它 好 那这个利息有没有要做其他的用途 有没有规划 好 你要先问清楚了 那你才能够做建议 你能够拿到这里写证 跟他做了建议证 就跟他做了决定 就后来跟你讲说不行啊 我每个月都要靠那个利息干嘛的 那就错了 好 所以你要先去了解 不要想成那个跟会计有关系 这么说了 这一张其实跟你的日常生活很有关系 好 一样 你存到银行 我不是做国际存款 好 不是国际逐利存款 我是做定期存款 那你要做定期存款 所以银行会每一个月 都会给你一次利息 但是如果你要靠利息过日子 你就存这个 如果你不是要靠利息过日子 像我现在我每个月有薪水 我用我的薪水过日子 所以这笔钱呢 我是以后养老用的 所以假设我还有 假设我还有十年才要养老 好 那所以呢 我这笔钱我就没有那么快用到 其实这个利息 我不需要每个月都领够来用 这个时候我就做整存整部 那我刚刚讲 虽然这两种 他给的利率可能都一样 如果时间一样 比如我都是存一年 利息存款也有可以存两年啊 好 我的存的时间都一样 利率一减一样 可是我的利息 最后拿到的利息收入会不一样 原因在哪里 我先告诉你会不一样 原因在哪里 其实我刚刚都已经有稍微讲过 为什么会两个利息存款期间一样 利息相同 但是这两种存款方式 最后你比到的利息上产 合计下会不一样 为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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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情 嗨 嗨 嗨 我有看到你我知道啊 我不是在点你的名字 我只是问你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你的 你想 你觉得可能的名字是什么 好 好 好 我问了半天你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吗 你悬用了吗 还是你在想说 我的报告要怎么写呢 报告写完了 好 那你刚没听了我在问什么吗 我再说一次 我现在把一笔钱存到银行去 我做定期存款跟做整存整付 我的时间相同 银行给我的利率也一样 但是我最后拿到的利息的金额 会不一样 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我刚刚讲了 你每个月银行都把这个利息存到 你这个某某期存款里面去 所以你的存款的本金是不变的 我每个月算利息的时候都是本金 乘上利率乘上期间 我的本金不变利率不变 我每一期付款的时间都一样 所以这个我每一次拿到的利息都一样 但是这个呢 因为它在每个月季息 但是我不把钱 我不把利息领出来 所以利息会滚到本金去 我第一个月我存的是一百万 它用一百万季息 但是第二个月我可能一百零两百 一百万零两百元 就是一百万加上一个月的利息两百万好了 所以我第二个月算利息的时候 一百万又两百元去乘上利率乘上十二分之一 那因为我的本金比较大了 季息的本金倍是比较大了 所以我的第二个月的利息一定会大于两百万 因为这是叫做负利 就是利息再算利息叫做负利 这个叫做单利 因为利息算利息分配完了之后 就是算给你之后 就不再记录你的计算利息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看这个叫做负利息 这样搞清楚了吗 所以当你亲戚到妈妈 或你自己本身有钱 那你不想去做这种风险 有风险的投资的话 那你把钱存在银行 那你就要去想 那你要怎么存 你怎么让你的报酬是最高的 那就是你要想清楚 这个当中的每个月的报酬你要做什么 好 所以这里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付款 付利的期间 期间呢 次数一年 哪一年来讲 一年的次数是有影响 尤其是付利的情况之下 好 所以这是单利跟付利 你要搞清楚的 你要知道它有什么差异性 虽然付息的期间相同 虽然利率是一样 但你的一开始存款的本金一样 但是最后你拿到的利息的总金 并没有也不一样 好 这是一个单利跟付利 所造成的影响 好 所以你现在 那我对象学这个 好 知道这个之后 我刚刚讲说 其实对你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这个概念 为什么 好 常常讲 记得吗 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在讲 你特意修之后 想要过去他们的生活 你想要环游世界嘛 他就喵喵喵 电视广告里头都出现 你才有八千万的存款 好 退休的时候 你有八千万的存款 那如果呢 我只想过得很平静的 就要够我这个 我算是免疫将过就好了 那要够我这个余医生 接下来剩余的生命的日常之后就好 就要说 2000万的存款就要够了 好 所以这里要告诉你说 这一章要学的是什么 我就告诉你说 如果我预期我未来 我希望我未来退休 假设同格 五十年之后 不要弄五十年 那这样你用七十岁 开心 人生不同 譬如是四十年之后你要退休 你四十年之后退休 你要有 你要把物将考虑进来 未来的八千万跟现在的八千万 不一样喔 你未来的八千万 这购买会下降 所以未来的八千万 相较比较现在八千万要少很多 所以你未来 假设我要能够退休之后 能够去环游世界 我可能要准备一亿两千万 所以我要一亿两千万 那我现在该怎么去做我的存款 或者是在该怎么去做我的理财的规划 这个都会在你这一箱里头就很有用呢 好 所以这一箱要学的是什么 就是我刚讲 不是在我会上的用途而已 就是在你的退休之后里头 你的未来有很多的计划 你家伟也有很多的想法 你未来想要做什么 想到你未来退休 你讲到退休 你太了解了吧 你未来想要做什么 你好像很兴奋欸 你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未来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要匡扶世界 什么 匡扶世界 你要当匣 你什么匣科之类的吗 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有太多瘦骨瘦了 怎么过去康复世界 你知道 如果上迷课 然后学一点东西 上什么科学 这样排抽象了吧 对啊 还有很久啊 就慢慢学啊 因为越来越强 你也有点方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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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大学很快的 你现在二年前了 有点方向啊 你也有点方向啊 嗯 我也是一年 你很多人都没有毕业了 然后就 月初 然后就 那 然后就 你 challenges 好,那如果你沒有什麼其他的工具的話,你只能靠別的老病房租了 那你要彷復世界,這個世界就有點... 台灣也很大 高手,高手 好,我只是希望他給我一點點不同的聲音,讓大家有一點點,讓你的情緒有一點不同 好,謝謝他的配合 好,那所以我在想說,這一章裡面,除了我們很結束的,放的是會計的書裡面之外 其實我想說,跟你未來的人生的規劃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第一個書,講一下單利跟負利的概念 然後單利跟負利,除了概念的不同之外 那就是你複習的期間,我剛剛也講的是每半年複習一次 每個月複習一次,你的利率、利息最後也會不一樣 利息的金額最後也會不一樣 雖然利率相同,但是因為你的那個期數不同 支付的次數不同 也會造成你的最後的拿到的利息的金額也會不同 好,所以在那一百三十二天呢,就先開中文一跟大家講一下 好,到底這一章裡面,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頭會用在什麼地方 那其實呢,不要講到錢,未來你要退休 我常常在看說,其實那個郵局也好 或者是到銀行也好 他常常會跟你講,你要不要去買保險 你知道每一年存個六萬塊 好,那六年之後呢,你可以拿回四十萬喔 那其實蠻高的喔 你每一年存六萬塊,存六年 六年之後,六年期滿,你可以拿回四十萬 那每一年六萬,那乘上六年 其實你就存了三十六萬 那這三十六萬,你這六年當中 你可以有利息四萬,其實是不錯的喔 好,以現在來講是相當的不錯 但是假設現在,假設不是到三十五 四十萬這麼多 你存了六年之後,可以給你三十七萬 那你要不要? 好,你要不要做這個存款? 你要不要做這個存款? 你要不要去買這個保險? 其實他通常他這個是,應該是 這個是紡紙,不是保險 所以你要不要去做這些事情 那早今年的六月,五六分的時候 我去也是去高醫院他們講那個理財的觀念的時候 然後他說的,裡面有一個老師他說 他覺得現在呢,他說他所有的錢呢? 最後留下來的就是去做,去郵局買保險 這是儲蓄型的保險 就是每年買,可能你每年買六十,這個就是付六十萬 然後我給你的保險保障之外 好,那六年之後你可以領回 你付六十萬的話,你會領回三百六十萬 那三百六十萬你可以領回四百萬 可能沒那麼高,不是不可能,沒那麼高啊 可能給你,你可以領回三百八十萬號 他說,他只有這樣能夠存下錢 因為他說做投資